陈岳明 你好 你手冰凉的啊 有点紧张 你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吗 不知道 编导没告诉你 没有 那你现在感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不知道 不知道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可以 现在属于 就是这个病的缓解期 然后可以出院几天 然后过段时间再回去检查 你怕吗 不怕 你的男朋友说 在最近半年的时间里 你没掉过一滴眼泪 我有的时候难受就是 就是因为我父母 或者是 觉得 让我 就是让爱我的人 就受苦了 所以会觉得挺难过的 我自己也还好 这眼泪忍得很难受 因为有的时候 人是哭出来之后才会舒服一些 尤其是看着自己的头发大把大把往下掉的 是 当时我妈哭了 我没哭 刚才问你怕不怕 你说你不怕 但是 但是在自从得知自己患病之后 你也应该想过将来 想过你的将来 想过他的将来 将来 将来有很多种可能吧 就是 也可能好 也可能不好 但是 但是我多往好的方面想 我希望将来能好 我会想过 我会想过